其实我遇到几个迷惯 我的家人无认识我能够吃饭 也像我父亲和父亲 我叫王雄游 我在这里卖菜老贵 我在金文泰四四爸中心 这里卖菜老贵 从1980年到现在 我父亲从196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卖了 因为那时为了生活咯 自己做一点小生意咯 我爸爸在那个 买的时候在政府搬迁 被选来这里 因为是从我父亲那时 他的招牌就放炒炒柜到现在 以前的环境热晒雨淋 现在搬来Hokker Center这里 比较好环境比较好 我还有兴趣 因为我卖的时候看客人 顾客都很满意 我也是满意的 很难请到工人 还有时间长辛苦 你觉得你的儿子来这边之后 你觉得有什么招牌 有什么招牌 高兴他可以借手 愿意借手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因为这个行业很辛苦 年轻人不想要借手 他会借手 我会高兴 我曾经帮助我的父母 工作 大概三年 三至四年 然后我告诉他们 他们认识 所以我们开始做这个 二年 二年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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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 其实 出席 我认识 我认识 所以 成为一三年 第三年 我认识 在很多 conflict 当我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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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先前 他们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一些人 他们会分析 但 后来 他们实际 带他 我认识 都不一样 就和 我认识 有些人 有些人说它太油了,太脆了 但不同的人们有不同的味道 它是自己的选择 我不太太清楚 如何其他人们试试了 这些是咖啡蛋糕 但我们的咖啡蛋糕 我们混合成酸和酸 我们在家里做的食材 所以它是做的 有些食材 当然会有竞争 但你做得好 做得好 别脱功剪掉 别脱功剪掉 不可以偷工剪料 用心的炒 还有 火候要控制好 最重要是它材料 那个菜脯 跟用猪油炒 味道就不同 我认为是煮的 它不是煮的 它是煮的 你可以给同样的食材 但它会更不同 因为它更不同 因为它更不同 因为它有不同的食材 我会想起来 去讨论更新的店 也讨论更新的店 和家里的朋友 我可以做的 自己的 不可以做的 不可以成功 基于商店 我可以做的自己的 我会做的自己 但是 在未来 不是现在 我需要成立的 我需要自己的 成立的 我非常感谢 我感到很誠心的給他們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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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